国内售价4万人民币一平,在澳洲药店,如果不是澳洲PR或者Citizen,买这个药的价格是2600多澳币,如果是澳洲PR或者Citizen,价格是38.5澳币,如果是老人,价格是54澳币,中澳价格相差约2000倍。 对,有些人不是卖药,是齿罗罗的杀人。不仅中国,全世界都跑来印度买药,因此印度被称为全世界的药房。 1970年,印度总理甘地主导对立法,对食品、药品只授予工艺专利,不授予产品专利,在其他国家还苦耿药过专利期,印度的同类绑制药早已超低价格进入市场了。 印度政府使用了专利法中最狠的一招,强制许可,简单说就是政府在特定情况下,可以在专利没有到期,且不获得专利拥有者同意的情况下,强行支付少量专利转让费,就仿制药企业合法保质并贩卖相同的药品。 也就是说政府可以强买,中国虽然有专利强制许可制度,但出于种种考虑,中国并没有这么做。 不仅如此,中国专利法颁布至今30年,未曾实施过一例专利强制许可。 世界上基本上除了印度之外,其他国家都不生产榜质药,不是不想生产,而是不能生产,尤其是像中国这种加入了WTO的国家,更是必须严格遵守贸易条款,关税政策以及尊重知识产权。 一旦涉嫌要开关税或剽窃知识产权的话,就会被告上法庭,然后遭到加倍的严厉处罚。 内容来自中国教育之一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